今天我在旁边干完活 来了一位大哥拦住了我 叫我把挖机开下来 给他做一点事情 我下车看了看 他家的房子主体结构已经修好 但是还没有上瓦 场地上面也是高地不平 到处堆放了很多建筑材料 还有一些垃圾 怪不得我在旁边做事的时候 他就像放牛一样 在那里看了我几个小时 等挖机路过他家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想叫我过来给他平整一下场地 既然是这样 今天这个场地不管有没有时间 算是跑不掉了 必须得平了 房子右手边非常的窄 挖机小心翼翼 花了20分钟给他挖了一个化分池 今天的这个场地不大 但是捡场地的方法基本上差不多 首先我从挖机上飞下来 用我这个关键的双眼 环顾了一下整个场地 反复地记住了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 我们就把刚刚挖化分池多出来的土 挖起来床部往后面转 到那些肉眼可见特别矮的地方 反正就是差多少填多少 场地外面插土我可以理解 但是房间里面也叫我挖这么多土进去 我就非常的纳闷 感觉堆不下了就可以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听东家说 上次请别人的挖机挖房屋基础 一共挖了一天就花了他3500块 当时谈好的价格包给他 没想到还没一天就已经挖好了 这大哥也是刚回来 什么都不懂就开始修房子 请别人的挖机场地挖好过后 连化分池都没有挖 听他说完这些话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就问我 你们挖机到底是怎么收费的 我也多的不好说 我就直接跟他讲 今天平整你这个场地 都是顺路 肯定不会收你很多钱 我挖机在你房子对面 挖了一个房屋地基 刚刚做完 是按小时收费 今天给你平整场地 也是一样按小时给钱 刚刚第一波操作 就把整个场地大体已经整平 因为整个场地还算比较结实 我就把挖机开到最里头 慢慢的非常认真的 一下一下的扫平 如果一边扫平 感觉哪个地方还是有点高了 就用挖斗给他拍紧 有的地方感觉还是太低了 就把多多土扫过去填起来 老铁们如果一边填图 一边搞平 有一个非常不好掌控的因素 就是很容易一边填 一边走高 导致整个场地 简直简直就高了 那么至于这个问题 到底怎么解决 挖机界高手众多 咱们评论区看答案 OK此时此刻 整个场地已经传播整平 看上去也就只能这样了 前面这里有一堆食指 从我挖机进场到现在做完 这一堆食指一动不动 我感觉这样挺好的 等食指用完过后 人工用锄头 把下面高的图挖掉就行了 但是东家执意叫我把食指转到旁边 用挖机挖这里的图 就导致浪费了很多食指 这可不能怪我了 最后整个场地搞完 一共花了接近三个小时 就收了东家500块钱 老铁们觉得500块 凭这个场地怎么样 是不是还挺划算的